好我们来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是美牛又出包了 王品集团旗下的元宵餐厅贩售的肉品在18号被桃园县卫生局验出了含有瘦肉精奇帕特罗 现在产品已经全面下架 不过王品的肉品供应商是来自于美孚肉品 主管美孚公司的台北市卫生局却在28号才知道美孚出包了 中间间隔的这几天有多少含有瘦肉精奇帕特罗的肉品被贩售出去 桃园县的卫生局是不是有延迟通报的问题呢 卫福部将要调查 桃园县卫生局10月18号验出元宵的肉品含有违法售肉精 不过却没有立即向卫福部通报 而管辖美孚肉品的台北市卫生局更是到28号晚间才得知 从18号到28号之间的空窗期 问题牛肉可能还会流入市面 桃园县卫生局有延误通报之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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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牛肉验出违法售肉精 桃园县卫生局到底有没有第一时间通报 说法和北市卫生局都不笼 也让外界质疑卫生单位的通报系统 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 另外卫福部为了防堵瘦肉精美牛流入市面 也将针对这次有问题的外国厂商改变检验方式 虽然提高抽验比率 但这样的做法能否有效防堵问题牛肉 外界都还有很多疑问 这样的政府把关如何让民众安心 雨天TV邮昌华杨仁祥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见了